这个诚意正心呢 两个词往往连在一起 我们说心意 全心全意 三心二意 诚心诚意 首先这个诚字 一个言字旁再加一个诚 就言出必行 说的话实现了 成为结果了 落实了 不要说空话 所以先把这个意 稳定住 那不光是稳定 而且达成一个 意志 那又联系在一起 跟先天的这个 土跟水 联系在一起 那只能学过中意五行都知道 那么 因为人一生下来 就是后天了 你断了期待 还不算 当你吸入 第一口空气的时候 那就是接了后天气了 那小孩子怎么吸 他不会 就哇 哇 这哭的第一声 实际上 他已经吸进来 那就把这个意 给他 就人一生下来 就胡思乱想 没有失去先天 那个本情 所谓先天是 你没生下来之前 叫先天 当然了 那些气还在你身体里面 怎么办呢 把他找回来 这就所谓逆天行道 逆天修道 不是逆天行道 天是逆不了 生生不息 你只有回去 顺着生人 逆才能呈现 就你把这个劲 你从哪来的能量 再补回去 再还原 他才能生受不息 不是让你一直生孩子 也更不是生其他的 你生生 他毕竟他不是你 即使有你的基因血脉 那只是你们之间的共业 老天安来的 跟你很像而已 那不能代表什么 你那个心智 传的最终就是那个精神 那个一样才行 才算数 我发现这个 意啊 跟心总是两个一起 你看一个主火 一个主土 我们说炎黄子孙 那就是一个火 一个土 那这个心表什么呢 这个意 好像是土在中间 属净的 属隐藏的 那么心呢 心神 心为君主之官 神明出言 所以心紧接着就体现出来 体现出来 你不能三心二意 你成了这个意之后 就要正心 这个词 自用的非常好 怎么正呢 把先天时神 跟后天时神 想办法合在一起 找回本位 不就正了吗 那不然呢 就偏心了 所以任何事情啊 都是从这个心跟意 开始 不管修哪一家 就讲你这个起心动念 一开始动的什么心思 它自然产生什么结果 我跟嘴上说的 不忘初心 放在始终 实际上早都忘了 后半句是 初心 易得 始终难守 实际上有了结果之后啊 你早就忘了前面所想 更不知道是那个造成的这个结果 完全看不见吗 因为 副 赳 副 回 晚 太 诚 切